上個禮拜我們是有寫VBA 不過這個VBA難度更高 但是我覺得卻非常有效 因為你只要做四個按鈕清除 有沒有然後呢就把 三字經扒欄有沒有按下去 扒欄就自動OK了 你把它檢測向下應該到47列吧 48列對的沒錯OK 然後呢這個地方清除 然後四欄 是啦 檢測向下 應該到95 OK 然後 再來就一欄一樣清除 然後再一欄 OK 那其實你說程式會不會很複雜會很困難 其實跟各位講 這個程式 概念跟剛剛的那個什麼 Column跟Raw一模一樣 差別只是說把它轉換到 這個VBA裡面來寫而已 那至於怎麼寫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寫的方法 而且你按下去 我覺得還蠻有感覺的 整個就不需要像剛剛那麼麻煩 要做那麼多事 而且有些事情如果重複出現的話 像比如說你要 每天都要爬一些資料進來的話 那你就不用每天還要在寫公式或者在土法鏈鋼 你就按下去自動資料就進來了 你就可以再做後續的資料處理了 這樣相對我覺得比較有效率一點 好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第一個 如何產生這個 三字清的 巴朗 這個程式如何寫出來的 首先當然第一個一定要先把開發人員叫出來 開發人員上禮拜講過了 記得自從上面箭頭 點一下 其他命令 自訂功能區 有沒有 找到開發人員打勾 這個才會出現 Step 1 這個我想 基本的啦 如果你打不開後面就不用做了 那第二個的話就Visual Basic 如果你有看到開發人員點下去 然後呢 再來你就可以看到開發人員沒有Visual Basic 那如何寫 我大概簡單說一下 其實程式不多 而且不用記太多東西 主要就是說你要先知道有相關訊息 後面就簡單了 而且有一些程式甚至直接 可以拿剛剛的Color跟Row來 來改就可以了 那怎麼改 切過來 第一個 那我們先寫 看我先直接把它重新 恢復到原來狀態好了 比如說我這邊模組先把它移掉 假設有重來 你們打開的話應該是長這樣 可能大一點你可以把它縮小 因為我習慣把它服務在Risual上面 這樣看起來比較清楚 第一步 第二步請你在這個上方 按右鍵插入模組 反正將來所有的VBA都寫在模組裡面 就對了 OK 你就不要想太多 反正寫模組 按右鍵插入模組 接下來的話 寫第一個Sub 其實一個按鈕就一個Sub 所以 第一個Sub 打一個SUP開頭 空一格 然後把名稱打上去 假設第一個Sub 是我要輸出 三字經的巴欄 按Enter 打上去Enter就可以了 它會自動加上後刮弧 跟EnterSub 頭跟尾有了之後的話 接下來 如果你要寫VBA的話 其實跟剛剛的那個Color跟Raw 蠻像的 那第一個啦 你要跟他講說 你要輸出的範圍在哪裡 所以我習慣是按個TAB鍵 打上回圈 FOR回圈 那FOR回圈的話呢 我習慣呢 用I來代替第幾列 從I等於第1列 到第幾列呢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你可以 這邊Ctrl向下一下 看一下 到48列好了 有沒有 所以你就是直接在這邊填上48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這個回圈範圍 列就有了 接下來在裡面再按個TAB 打那個藍 藍的話是 換一個不能用I 我需要用追 追的話呢 其實就是藍 等於 1到8藍 那這樣的話呢 有點像 已經畫一個表格了 有沒有這個範圍就是一個表格範圍了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再利用表格的 一個物件叫Sales Sales指的是哪個儲存格 儲存格的話就是第I列的第追藍 那實際上 這個Sales I跟J 他指的就是說 先這一個 再這一個 再這一個 那回圈就是一直幫你跳 跳下一個跳下一個的意思 好 那 接下來後面加個等號 那我們就利用那個MID MID函數跟剛剛 蠻類似的 我們一樣 然後呢 你跟他講說 你幫我去 抓 其實參數 跟剛剛的 Exale的函數 概念一樣 資料在哪裡 只是說那個名稱可能不一樣 你要跟他講說 在 Sales指的是工作表 那因為我是放在第幾個工作表 第一個工作表 所以你跟他講 我這個資料 在第一個工作表裡面 的A1 所以點 點Range A1 我跟他講說 我資料在A1裡面喔 第一個參數給了 豆點 第二個參數就是說 抓哪一個 哪一個字的 哪一字開始 其實道理跟剛剛一樣 然後豆點第三個是 先打第三個 一定是三 三個字 那關鍵就是中間這邊要放什麼 其實喔 我們剛剛有做過那個 Color跟Row這個函數 你甚至可以拿這邊的公式 拿來那邊放 那其實喔 只要改一個地方就可以 概念都一樣 反正就是把Color改成追 我剛剛講嘛 追就是 第幾藍嘛 然後Row的話呢 就是第幾列 所以把Row改成I 甚至什麼都不用改 你只要複製過去啦 我複製給各位看 把這個複製一下 取消 拿這個公式 放到這邊來改 那放的話你可以用貼上 貼上 然後呢把這個Color Color就是藍嘛 用這個J來代替 然後Row的話呢就是指哪一列 用I來代替 這樣子的話基本上陳詞寫完了 我們來亂亂看好了 另外當然要需要個清除 清除的話一樣打一個sub 然後 然後 後面的話就打一個sub空一格 那名稱的話呢叫做清除 所以我這邊打個清除 然後呢 其實清除很好寫啦 乾脆就寫一個叫Sales Sales就儲存格 後面不用加括弧 就全部的儲存格 點Clear就可以了 Clear就是清除 意思說 幫我把這個 裡面的 所有資料都幫我清空喔 OK 試試看執行一下 執行的話就是在sub跟and sub中間點一下 然後執行 清掉了 然後如果我要執行 這個喔 OK 試試看有沒有成功 1到48列 然後1到8欄 幫我把它切切放在這 執行一下 有沒有看到 他 就會 按照我要他 指定輸出的位置 分別就把結果給輸出了 看一下 對 沒錯 48 那你說 那如果要變成 4欄的話 其實喔 很簡單 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再貼一下 那其實啊 名稱 改成4欄就可以了 那範圍好像就兩倍 列 變成兩倍嘛 所以應該是 96 好像沒到 沒關係多一點 他好像會多跑而已 他不會出錯 欄的話 好像變4欄 有沒有 範圍變動 然後呢 再改一個地方 應該就OK了 哪裡呢 還記得吧 剛剛那個公式喔 其實好像 看那個Raw 也只有改這裡 把它改成12吧 有沒有 因為它 4欄 然後 12個是一個單位 12個是一個單位 好 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來跑跑看好了 有沒有這麼簡單 執行一下 再run一下 4欄就OK了 Ctrl向下 沒錯 不過好像 它只有到 95列了 沒那麼多 那你說 它一欄怎麼辦 一欄其實也是一樣啦 就是先清掉 然後把這邊再複製一下 這邊變成一欄 那範圍的話應該就更多了 我看多少 應該到 377才對 因為這個上面好像多了一個 標 多一列了 377 所以範圍的話就是這邊改成377 那欄的話呢 欄 欄 就是for i就可以了 如果你只是1欄的話 那就是直接的 把這個欄 改成a欄就可以了 然後後面的話改要改哪些例子 改的話 其實就跟剛剛的邏輯一樣 這個就不用了 只要1 加上後面 然後乘上3 因為 一列 只有三個字 人之初 性本善 有沒有OK 那這樣就改完了 理論上一欄應該 就可以輸出 成功 我看一下 這就OK 然後 再來就是把這個地方 直接 資料先清掉 然後再植齊一下 看一下 Ctrl向下 以免 沒錯37 那就OK了 所以呢 其實 VBA 基本上呢 跟 這個Color跟Raw 其實有那麼一點點相似 而且甚至呢 我把規則直接搬過來 你會發現我只有 把Column改成J Raw改成I 其他都可以 只是壞個地方放而已 再來就是說呢 Fall回圈 可能列啦 你要告訴他 範圍告訴他 他就會幫你 輸出到 你指定的範圍了 OK 這個難度比較高啦 所以我剛剛寫的這 四段乘四嘛 雲端上也有 所以如果你要參考的話 可以到雲端白板這邊 這個應該 第一段在這裡 三字經 八欄 四欄 一欄 OK 請各位 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看一下 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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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